关键的一票 韩信的王贤其实来得不太正当 平定齐国后 韩信给刘邦写了一封信 大意是齐人狡诈多变 反复无常 得有人镇住 因此申请代理齐王 刘邦勃然大怒 在他看来 这无异于敲诈勒索 当时刘邦被项羽围在行阳 日夜盼望韩信带兵来救 韩信却在这时 要当什么代理齐王 不是敲竹杠是什么 于是刘邦破口大骂 这时张良和陈平 都在刘邦身边 张良和陈平 分别是在汉二年的十月和三月 投奔刘邦的 他们当然都知道 此刻不能得罪韩信 也挡不住韩信称王 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结成统一战线 两人便暗中踹了刘邦一脚 刘邦马上醒悟 但先前骂都骂了 也只好继续骂 韩信臭小子太没出息 男子汉大丈夫建功立业 要祖光宗 要当就当个真齐王 当什么代理的 结果是张良迟印赴齐 封韩信为王 韩信封王 是在汉四年的二月 也就是入齐之后四个月 这时实力最雄厚的人 变成了三个 楚王项羽 汉王刘邦 齐王韩信 韩信的地位 骤然上升 谋士和说客也都来了 说客叫武社 是项羽派来的 谋士及宽通 是韩信身边的 两人来历不同 判断则一致 都认为 韩信已成为流相之外的 第三种力量 可以权衡天下 韩信的脚投向刘邦 则汉胜 投向项羽 则楚胜 忠利 则谁都不胜 这可真是 举足轻重 不过两人的建议 却不同 武社希望韩信住楚 快通则不然 所以武社的提案 很快就被否决 韩信对武社说 当年陈服侍向王 关不过郎中 喂不过侄己 言不听计不从 这才被楚归汉 汉王受臣上江军印 数十万兵 言听计从 臣才有了今天 臣为什么要被汉归楚呢 请先生替臣 向向王谢罪吧 然而对快通的建议 韩信却很犹豫 快通的方案是什么 三分天下 顶足而居 这方案 有礼 有利 有劫 还具有可操作性 快通说 一兵初起之时 英雄豪杰 阵臂一呼 有时之事 纷纷响应 如同云河雾极 如同鱼林密凑 如同胭脂风气 这个时候 人们想到的 只是要灭亡 暴秦而已 现在呢 无辜之人 肝胆涂地 父子兄弟 暴施荒野 全因为楚汉相争 以至于民不聊生 生灵涂炭 意思也很清楚 这样的战争 应该结束 谁来结束 韩信 怎样结束 先按兵不动 谁也不帮 然后自力更生 奋发图强 一旦时机成熟 便聚强旗 携烟罩 出兵西进 为民请命 那时 势必天下风走 而响应矣 问题是 这方案可行吗 可行 快通说 刘邦和项羽 相持不下 已经三年 双方都损兵折将 志丹永磨 正所谓 锐气错于显赛 而粮食 结于内府 怨声 却在于道路 他们能够 动用的力量 全都用完了 齐王不动作 谁都不敢先动 这简直就是天时 所以 快通劝韩信 拿定主意 因为天语不受 反受其就 天语不行 反受其殃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是这样吗 是 因为韩信 已经谢绝了项羽 不守中立 就只能帮助刘邦 而刘邦这人 是靠不住的 武社就说 刘邦野心极大 而品行极差 项王多次可怜他 他却刚刚脱离危险 便反咬项王一口 韩信之所以能活到今天 全因为项王还在 项王 今日亡 明天就轮到韩信 快通则进一步指出 在政治斗争中 交情友谊 亲密战友什么的 都是靠不住的 张儿和陈瑜 不就反目为仇吗 文仲和范李 不就兔死狗烹吗 为什么 永略震主者 深微 而攻盖天下者 不赏吗 韩信就正是这样 他的威望 已明高天下 他的成功 已经举世无双 快通说 具有这样的震主之威 又拥有那样的 不赏之功 归楚 则楚人不信 归汉 则汉人震恐 只能守中立 不守中立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历史证明 他们说的没错 然而韩信 犹豫再三之后 还是投了刘邦一票 韩信为什么 既不听武社的 也不听快通的 读者自可见智见人 也许他不忍被汉 也许他心存侥幸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他知恩图报 事实上 他也是这么跟武社 和快通说的 韩信说 汉王对我恩重如山 他脱下自己的衣服 给我穿 分出自己的饭菜 给我吃 让出自己的车子 给我坐 我听说 坐了人家的车子 就要承担人家的祸患 穿了人家的衣服 就要分担人家的忧虑 吃了人家的饭菜 就得拼出命来 我怎么能建立忘义呢 但韩信没有被汉 也没有出兵 刘邦无奈 只能请教张良 张良的办法 也很简单 就是让刘邦许下诺言 胜利之后 陈县以东归韩信 隋扬以北 归彭越 刘邦当场同意 两个月后 韩信的齐军 彭越的卫军 相继到位 汉齐卫 三军齐发 惠师该下 拜访项羽 项羽的死期 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